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天NCAA的赛场上 同属东南联盟的肯塔吉大学 和范德堡大学打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联盟内战 赛后本场比赛被称为 开季至今身体对抗最强的一场较量 不仅双方的教练名帅Coach Kale 和NBA名宿斯塔克豪斯都吃到了技术犯规 两支球队全场还一共收到44次吹罚 此一夜范德堡大学的头牌 NBA75大巨星 蝙蝠侠皮蓬之子 Scotty Pippen Jr.表现出色 23投11中 3分球5投2中 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3分 频繁的冲击篮下 为他赢得了12次罚球 而很巧的是 小皮蓬的帮手名叫Jordan Wright 靠着9投5中的表现 得到了全队第二多的14分 但范德堡大学 光靠着两个人的出色发挥 很难和5号种子肯塔吉对抗 虽然超级新人 Teddy Washington在商与复出之后 一直表现一般 但今天肯塔吉5人得分上双 大师后卫Devian Mintz 更使命中四季三分 得到平生涯记录的21分 在他的帮助下 球队以77比70战胜了对手 其实相较于上个赛季 小皮蓬本赛季出的表现 一度有些萎靡 无论是效率还是技术统计 都有所下滑 让人们觉得他惊吓退出选秀 是个错误的选择 但进入12月之后 小皮蓬开始发力 场均得分已经升至19.3分 非常接近于上赛季的20.8分 照着他目前的状态 有望在赛季结束前 让场均得分超越上个赛季 平心而论的讲 小皮蓬这样的球员 虽然天赋并不出众 但在小球市 带队乱杀一般打到大三大四 技术和心态都会被练得非常成熟 一进入NBA后 就可以被当作极战力使用 以他的条件 选择走这条路确实非常靠谱 和他相似的 还有曾经的五星高中生 Noah Falcon 曾在高中时天赋异禀 球风华丽 而且名声在外 但因为个人的选择问题 不断转学 口碑做臭的同时 统治力也下滑了不少 在毕业时 已经从五星被降为三星 上大学后 上赛季在东卡大学 没有被得到重用 场均只有十分钟上场时间 得分仅为三分 Noah的心态也一度崩溃 可本赛季转学到东密歇根 成功做本先发之后 峰回路转 不仅上场时间 升至33分钟 而且至今为止 场均还可以拿到 17分4篮板2.4助攻的数据 尤其是43%的三分球命中率 让人非常惊艳 不仅如此 他在今年1月30号 对阵迈阿密大学的比赛中 15投11中 3分94投3中 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28分5篮板7助攻 让人们重新看到了 那个自信满满的篮球少年 以Noah的情况 他如果照着这个状态 不断地变好 安心地打到大三大四赛季 场均数据冲到20加5加3 那么进入NBA 也并非天方夜谭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我来到你的城市 我们赢了你的团队